另外 马六甲爱吉勒收费站今天清晨发生严重车祸 一名罗里斯基怀疑开夜车精神不振 打瞌睡 罗里猛撞大到收费停 女收银员惊陶生猛受轻伤 而罗里斯基同样没有大碍 这起意外发生在清晨6点55分左右 车祸司机开车一辆8吨重罗里 途经爱吉勒收费站时打瞌睡 撞回两个收费停 导致一名当时正在执行的女工作人员 守护受伤送电治疗 警方及消诊人员随即到场救援 初步估计大到公司损失大约20万令吉 当局郑盐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调查意外照音和探讨是否对付照火司机